其實我非常的就是不懂 就是我蠻不開心 就是大家都認為說 我能娶到李蜜 是我踩了狗屎運 你們怎麼從來都不去想想 是不是李蜜上輩子幹了什麼壞事 這輩子才嫁給我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想過 他可能腦袋或者是眼睛哪裡有問題 你們沒有 因為你們都只想要當 幸運的阿Q 但你們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李蜜我已經舉走了 不是那幾年 就看見永遠 你認知星系列 有你在我身邊 一切如此風聲甜蜜 我並擱下眼淚 瞬間眸霜雙眼 你認知星系列 我已經倒閨了 wnie 你認知星系列 這間呀 有你在我身邊 我在你身邊 我賭い 感受傷你的耳熟 其實我非常的就是不懂 就是我滿不開心 就是大家都認為說 我能娶到李蜜是我踩了狗屎運 你們怎麼從來都不去想想 是不是李蜜上輩子幹了什麼壞事 這輩子誰嫁給我 你們有沒有想過 他可能腦袋或者是眼睛哪裡有問題 你們沒有 因為你們都只想要當幸運的阿Q 但你們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李蜜我已經取走了 我就最強大的驚響 全都是期待的奔向 我問你誰是他心 我問你誰是他心 你哪是他心 你哪是他心 有啊就是 這是炒炎期的事情 我這時間炒比較久 因為因為疫情我們實在延了太多次 延了三次兩年多了 對啊 我們都有朋友收到過兩次喜帖 就同一個人的婚禮兩張喜帖 然後填我們表單填了三次 填了三次吧 三次到四次 我就覺得他們會不會都不想填呢 對啊 所以延期的問題比較麻煩 而且還要配合大家親友的時間 現在小羊主要吵架的話 是老公會讓老師還是你家做的嗎 我們講道理 沒有誰聽誰的 誰道理比較對 我們就聽誰的 通常都我比較對 對 通常老婆比較對啦 知道這句話的話外之意了 通常都老婆比較對 有像疫情有些就是結婚 那有些想要再做一下蜜月嗎 有啊 就是有想要可能明年三月的時候 再辦蜜月 就有寶寶的蜜月啊 對啊 就是想說帶寶寶一起去 對啊 就比較不是像 一般新婚夫妻的蜜月旅行啊 比較像家庭 對 我就覺得就是 去國外照顧寶寶啦 哈哈哈哈 大概是這個樣子 完全沒有蜜月的感覺 對啊 完全沒有蜜月的感覺 對啊 不過也沒辦法啊 疫情也很久沒有出國了 嗯 所以在巴士的時候 你本來在巴士多年 沒有啦 本來的證婚是訂在巴黎島 然後那個教堂什麼都已經付好錢了 對 所以有一天會在巴黎島 再辦一個婚禮這樣 哈哈 最後某一天 那妳當妳新娘子啊 會心情下就有點比較緊張 很緊張 對啊 很緊張 不過我覺得好像發片記者會比較緊張 哈哈 真的喔 我覺得已經結過很多次的感覺 因為上次拍那個出嫁 對我來說也很像就是半婚禮 然後也是自己的小孩 就是當一個作品 對 所以我覺得好像發片記者會 還比較緊張 真的嗎